夜灵侠果然是名不虚传 你我若联手 定能做出一番大事 这大白天的 你做什么梦啊 一个都不留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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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 是 追 给我搜 是 是 是 去那边留长 是 是 快 他们走了 不是我说你 不是不让你跟过来吗 你怎么还跟过来 我这不是想帮你忙 怕你有危险才来的吗 你那是帮我倒忙 你这冒冒失失跟过来 多危险呢 不怕死啊 叶灵霞都不怕 我当然不怕了 我那是担心 我 好了好了别说了 对于我刚刚的行为 还有出手相助 你就没有别的要说的吗 嗯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你这么严肃干什么呀 你真的就没有什么 别的要说的吗 你说句泄息就那么难啊 远远 什么 以后不许这么胡闹 知道吗 我怎么了 那些事情不像过家家那么简单 我哪有过家家 我是真心想帮你的 不需要 早点休息 你干吗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除非你说回你刚才说的话 我说得没错 你倒应该想像你自己 你这个人根本就不懂得感激 我再也不理你了 来 人呢 算了 不管他 眼不见心不凡 糖醋排骨 焦花鸡 还有西湖醋 进车 烤醋排骨 这是俊马爷特意从如意楼买的 嗯 他买的 那吃的岂不是很用面子 怎么不吃啊 特意给你买的 我不饿 不饿我吃 少爷 还是等郡主一人 他说他不饿啊 嗯 好香啊 嗯 郡主 这些全部都是俊马爷给你买的 俊马爷真厉害 林郡主喜欢吃什么 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就要你能吃错就改就行了 我 我一点都不饿 你们自己吃吧 好香啊 嗯 你是不是又跟他弄别扭了 闭嘴 子昂 都给我吃干净 不许上 郡主和俊马爷前两天不还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 这住在一起嘛 难免磕磕绊绊的 你等我一下 我去问问有没有事 嗯 去吧 重温是我 样子吃 真的太惨了吧 不过没关系 平时大鱼大肉吃多了 我感觉自己都胖了 偶尔换换口味也是不错的 啊 小丸子 你跟俊马爷又发生什么事了 你又做错什么了 我 是他太看不起我小丸子了 所以我在对他进行惩罚 我看 这被惩罚的是你吧 嗯 一会儿我就给你做好吃的 特别多 哦 真的吗 还是你最好的 这俊马爷的脾气不就是这样吗 退一步海阔天空 小不忍则乱大谋 所以说呢 你只要想开一点 就没事了 嗯 对了 糖醋排骨还有吗 怎么一个都不剩啊 原来惩罚的真的是我自己 我自己 这什么啊 这是什么呀 我本来想让你女扮男装去帮我办件事情的 看上你不喜欢 那我就找司衡吧 哎 不不不不 我来我来 司衡多忙啊 还是让我来了 那你得听我指挥 不能擅自行动 嗯你放心我都听你 你现在就说我认真听 首先你得去找一个贩卖私盐的小商贩 把它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好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 没问题 小菜一点包在我身上 来 给你 上好了雪花盐啊 来大伙瞧一瞧看一看 价格只是官盐的一半 哎 借过一下让一下 我们要是能买了官盐呢 也就不在这儿买了 再给便宜点呗 还便宜啊 我这儿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哎呀也是 这卖私盐啊罪责可不小 咱们悄悄地买 她悄悄地卖 互相体谅吧 哎 排好队排好队啊 别急 来来来来 有的买 赶紧买 我可听说 叶灵侠专门给他们 卖私盐的作对 就是 你们说她是不是吃饱撑的 就是 有你们这样的吗 叶灵侠为了抓卖私盐的人 差点就被官府给通缉了 你们这样做对得起她吗 就她不是东西 拦着我们买便宜货 就是 咱老百姓啊 没那功夫行侠仗义啊 你们现在就是占小便宜 等到到时候官爷买不到了 你们就等着私盐做地起价吧 这 我们老百姓啊 就是买便宜货 能省一闻哪 就是一闻 对 就买了 来来来 给他们抓上 赶快来点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 来来来来 要是让我碰上那叶灵侠 非给他抓到官府去 就凭你啊 我怎么了 你 你不买东西你捣什么乱呢你 你什么人啊 瞧你这细皮嫩肉的 也不像个穷鬼啊 你到底干什么的 他是不是官府派来抓私盐的 今天不卖了啊 今天不卖了 今天不卖了 别不卖 别不卖啊 瞧什么 快走啊 来点啊 走走走 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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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又坏事了 没事 下次再想办法吧 好 累了一天 饿了吧 只有我给你做的照 谢谢 你怎么闷闷不乐的 还在生我的气吗 没有 我只是在想 有时候叶灵霞做的事情 究竟对不对 你是不是听到那些老百姓的话了 其实他们也没有错 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一天 只想着吃饱活命 他们买不到公安盐 就只能买私盐 那今天那个人卖得盐便宜 他今天就是好人 所以大家都去保护那个好人了 所以其实 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呢 没有什么比吃饱活命更重要的 苍领时而知礼节 什么 意思就是说 人只有吃饱了 才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 对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其实你也没有错 我没错 你是叶灵霞 和我们这些 只求吃饱不饿的老百姓不一样 你要管更多的事情 私盐卖得越多呢 那官盐就越少 越难买越贵 所以虽说现在看起来这些 私盐卖得挺便宜挺好的 但其实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所以你没有错 想不到 你懂这么多 我也是上次听你和四横说起的 但是你也不要难过 你是叶灵霞 是不一样的人 叶灵霞 戴着面罩 身穿黑衣 总是在夜里出现 虽然可能大部分人 都不知道你所做的事情 甚至都不知道 你做了这么多 为他们好的事情 但是叶灵霞 就是这样背负黑夜 走向阳光的人 你 一直是我心里最最最最最 最崇拜的大英雄 背负黑夜 走向阳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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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